目前全国夏梁主产区小麦收获已经结束 只有局部还在收尾 比方说北京地区 去年由于受持续降雨影响 北京的东小麦也出现了大面积的晚波 通过后续的精心照料 这些晚波小麦如今不仅长得好 产量也不低 我们到北京房山区的豆店村卖收现场去看一看 收获以后我们要称重 称重以后还要去除杂质 然后还要进行子地的水分的测定 子地水分我们要把它折散成13%的标准含水量 最后来确定一亩地多少产量 它最后的产量是746.2公斤 比我们2014年的681.8公斤 增加了64.4公斤 增加了9.4% 这个是创造了我们历史以来最高的小麦单产记录 去年北京东小麦也受到了秋迅影响而挽波 若苗比例大 而现在若苗不仅成功逆袭还刷新了记录 那么房山区豆店村打赢这场翻身仗的秘诀是什么呢 这个村呢就是完全彻底的落实了我们在全市提出的几个重要的这个栽培技术 比如说我们的整地播种质量提升技术 我们冬天的月冬水的灌溉和月冬期的镇压技术 以及我们春天的以处为主分类管理的技术 包括后期的我们的这个一喷三房技术 它是落实的非常到位非常及时 今年北京东小麦收获面积为27.2万亩 比去年增加了7.6万亩 增加了38.8% 远远高于全国的平均增加幅度 也落实了主销区也要提高粮食自给率 保证重粮面积这一要求 今年在我们很好的落实中央的这种补贴政策的基础上 我们北京又出台了这种一次性的补贴 每亩地给老百姓补100块钱 主要是解决我们去年晚播的时候 造成了这个就是用种量比较大 以及一些其他的 比如农资成本上涨的这些因素的影响 更好的促进农民就是种卖的积极性 所以我们的面积有一个比较大的增加 我们的面积有一个比较大的增加